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9岁的那年 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 来看中国这边的亲戚 影响最大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来到中国的厦门泉州 满条街都是红色的红旗 我的亲戚们 带我去了中国的学校 我看到学校都好大 觉得很羡慕 然后我也就很想来中国上学 2014年 我们的缅甸的一个 中文学校的老师推荐我说 学校有夏令营活动 可以参加报名去中国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报名了 去了中国的北京 长城和故宫 厦门的土楼和鼓烂雨 还去了厦门大学 吉美大学参观了之后 让我想来中国的信心 就越来越强大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申请 在中国上学的机会 很幸运我申请到了 红河政府奖学金 和云南政府奖学金 在云南的红河学院 上了本科 2020年疫情 我回去两年 在一家中国企业上班 给我了有很大的信心 2022年 我又想在中国继续上学 然后申请了研究生 很幸运被广西民族大学 录取了 我也很想让我的妹妹来 中国上学 我就给她申请了 跟我一所学校一起读大学 我们就只有三口人 妈妈和妹妹 还有我 我妹妹来到中国了 我又放心不下我的妈妈 也想让她来中国 很不容易 申请到了一个月 的签证来广西 来了广西之后 她觉得这里很舒服 很安全 我问妈妈来到广西之后 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她说她想看病 因为妈妈的腿不太好 第二天我就带她去了 这个广西的医院 我觉得这里的医疗技术 特别的先进 也特别的让我们方便 因为签证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能来得及做手术 就回去了 我又还是很想让我的妈妈 来广西待更长的时间 然后又开始申请认证 很荣幸在6月28号的时候 就申请到了 妈妈刚刚就给我发了个照片 说她的签证已经拿到了 不久后她很快就能回到广西 在我学会说话和走路的时候 我妈妈就已经让我去 中文补习班 学习中文 中文真的能帮助了我很多 我用中文读到了研究生 用中文在缅甸找到了 很好的工作 用中文还让我的妹妹 来到中国上学 用我的中文邀请到了妈妈 来到我的身边 最后还是用中文 想要把她的病给治好 在南宁有趣的事情很多 南宁的公交车我觉得很特别 我现在每次要去到哪里 可能会选择坐公交 不用挤 很宽松 你可以感受城市的美 还可以看看窗外的一些风景 今天去了西安林区去了这个博物馆 让我更加的惊艳到古人的智慧 怎么把水拦起来让它升高 然后把船穿过去 让我特别的难以想象 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 我觉得玩都玩不玩 说也说不玩 中国有一句话叫百文不如一见 我觉得还是多来中国逛逛 多吃一些中国的美食 多去一些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的变化真的很大 我大概的记得我小的时候 那些房子是比较旧的 但是我长大后 觉得这里的科技特别的发达 还有地铁 还有高铁 我都是来到中国才第一次坐过的 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真的是太快太快了 我以后想要留在中国 当一名外教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 我也想给中国的学生们 讲解缅甸的文化和缅甸风俗习惯 我觉得中国和东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我被授予广西故事讲述观 这个称号我也会努力地把它给做到 广西有哪些好玩的 好吃的 我都会好好地宣传分享